特别针对这个邮电双港之后 我们对于关心国人的民生议题 以及邮电不合理的调账 除了违反目前现有的一个费力机制的一个决定决策以外 甚至不管这个百姓的民不聊真的这样一个情况 马英九可以连在非洲去比PK体育 去那边装风卖傻 但是却不关心国内的民生 这是我们比较遗憾的地方 民进党党团也在这边特别请当初决策的谢长廷院长 来对大家说明为何台电中油亏本 就又推给前朝 又推给当初决策的行政院前院长 说因为谢长廷院长为了体恤民生 动涨油电机制之后就开始一路亏损 这其中里面的五轨搬运手法 我们等一下请谢长廷院长来做一个说明以外 党团这边也要针对这样的一个决策 特别还要再提一下 二十多年前当核氏要新建的时候 台电一路告诉我们 二十年前一路说核氏不建会限电停电 甚至将来会变成工业用电 已经都没办法附和 那二十年来核氏也还没完工 核氏照样还没发电 我们核城停过电 台电一味的用恐吓的方式 甚至到2009年的被载容量高达到28.1% 在谢长廷院长94年2005年的时候 决策的过程里面 把原来浪费的被载容量降了4% 这其中里面1%就代表了100亿的成本 那换句话说是谁浪费了 那而且为何政党轮替之后 谁又恢复了原来在谢院长所建立的 16%的被载容量 把他提高到这四年来平均23个person 23% 最高的在2009年高达到28.1个person 那这四年 马英九执政这四年的被载容量 有平均数高达23个person 那为何民主党执政的时候 可以降低成本 以1person可以高达100亿的成本 那为何国民党就不能做到 而且变本加厉的 对于旗下所属的这个子公司 这些孙公司所购买的电力 从1块5 调到3块多 谁决策的 民进党党团要追究 谁决定的 到底层级多高 为何可以这样 无鬼搬印上下其手 我想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要代表党团 特别对外来说清楚 那么接下来我们特别请 我们街囊庭前院长 就针对当初过去的法规依据 甚至决策过程 以及被载容量的等等 来跟大家说清楚 好 谢谢我们长官 还有各位立外委 那因为最近我是看到 国民党的委员 还有国民党一直讲说 就是当年我们洞长 所以他们现在 才不得不把它调整过来 这是一个误导 当年洞长是用什么方法洞长 因为这个过程我很清楚 当年的压力也很大 这个业者还曾经登报 有些资深的记者可能还知道 登报 来反弹 来说明或是攻击施压 公开支架都有 我敢这样讲 但是也因为这样 我们对这个很了解 那我很简单讲 就是说假定我们台电的 总发电量是一亿 一亿度 那尖风状态需要的量是 九千万 那我们就是剩下 一千万 那一千万就是十% 那如果你政府印象规定多 一定要20% 一倍 那你就要去买10% 这个就叫做一倍容量 就是很简单 那我们台电一向 一倍容量都是用20% 经济不亏定的 所以他在94年就要涨了 94年我当院长 他们就说有点亏 要涨价 那时候我们请专家 还有跟他们的董事长 大家不断的研讨 发现说这个一倍容量太高了 为什么要买到20%呢 要为何买到20% 所以我当时本来要求降到10% 结果他们说哦 那这差太多 那违约什么 讲很多 最后我们降4% 4%就是降400亿 就省400亿 那以后94、95、96 我们都是省400亿哦 所以我们执政期间是省掉1200亿 到97因为我们做了5个月 大家看那个这个表 我们今天给大家的监察院的表 97年他们就补起来变成21% 21% 等于就又多买了 我们规定的目标值16% 多买了5点多 就多卖多浪费500多亿 到再一年23% 再一年28% 所以这一间都是本大的浪费 本大的浪费 这些都有 那 监察院这个报告呢 是我去说明的 我在2月8号 今年的2月8号 因为那个承情人 他讲不清楚 我比较了解 所以他叫我去承情 我说我这个前院长去监察院承情 有点怪怪 结果他说 那你来帮忙报告 所以那个监察委员 房监察委员 让我坐在前面协助说明 所以他那个报告 这里报告就写得很清楚 那报告的结论 就是说他那个 违背那个 预备容量的目标值 这个目标值是我们在院会 裁定的 当时的报纸都有登 当时的报纸都有登 我们裁定的 那这是一个政策 这个政策以后到今天 所有的行政院院会都没有改过 所以他是违背 违背这个政策 违背行政院的决定的 没有改嘛 现在他的解释 他跟前来的解释是说 他 预测错误 为什么我们执政时间每一年同样的这些官员 台电的官员 预测都能准确 所以这个不是违背的错误 他们专业其实很简单 就是挡不住压力 或是有什么 我们讲的是无鬼搬运 所以我这里用一个形容 就是好像松鼠一样 秋天的时候把食物搬到洞里面 冬天再来吃 因为这一些卖店的这些公司 就是他们将来要去的 冬天要去的 最起碾又要去的地方 他们现在把利益都散在那地方 你看看 新元新能申报 最后加上国光 这最近在加入 都是他们投资的 都是台气电投资的 那台气电 政府投资27.5% 他散货 回避这个立法委员的监督 所以这个他不是公盈的 但你看那个配合投资的 都是同样起家 工业银行啊 造风啊 对不对 那交付持股 逃避监督 利益输送 当时我们 调降这48的时候 受到很大的压力 我可以想象他们今天 也是有很大的压力 他们只是 没有承担 没有承担 所以才造成 亏损 那么把这个亏损 转嫁给人民 所以刚才我们 总召 潘伟演讲 要查的 就是说 契约给我们看看 他说一定要买 他契约 啊决策 买多少数量 对象 啊价钱是水血电 为什么突然 调高到一倍多啊 所以他今天的问题 不是气电工程政策 错误 气电工程政策 并没有错误 是他们为华买多买贵 这样 重点在这里 他们违背那个 目标值的规定 16法的规定 买多啦 买贵啦 独立 所以我们希望 这个立法委员能够 坚守这个监督的 这个职责 要求他们 查清楚 那必要的时候 应该一送老半 嗯 我弄了这个 闭端 白 感谢观看